好,昨天那一段我来讲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是为什么选择A调 怎么样利用A调的特性 很狡猾又偷懒的来弹出旋律 第二个思路是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故意去弹旋律 但是听众会听出旋律来 这两件事情都有得说 第一件事和技术比较有关 第二件事和心理比较有关 A调有一个很偷懒的特性 就是A调的一级四级五级 刚好就是五弦四弦六弦的空弦 所以你就不需要按跟音了 你就可以自由在上面玩 比如说 就比起别的调来说 你还要去考虑同时弹跟音 这样你就多了一些手指 在这个范围四五六弦的地方 那因为A调不需要 所以你就可以更自由 好 第二个思路是 有时候我同时弹好几个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听众就会听出这个旋律 比如说 这里面你观察 刚刚比起我在这里 弹得很明确的旋律音 而在这里呢 其实我每一次弹高音弦的旋律的这些音符 我都同时弹两根弦 有时候甚至三个弦 更不要说如果我是用波片扫弦 为什么会这样 我猜你也知道了 就是因为你听过这个圆曲 所以你在听这些音的时候 其实我有弹它也有弹它 但是因为你听过圆曲 所以你就会被心里暗示 心里强调这个音 我在弹的时候 其实我弹了一二弦 而这两个音 因为你听过圆曲 所以你会被带入 然后响到圆曲 叫做自动脑补 当然在弹的时候也有一些技巧 就是你要把你要强调那个音弹大力一点 要弹的弱一点 如果你太强 就会变成 就会让你这首歌 重点不分 重点不分 重点不分